IE9的BETA 这个网页它是用HTML5 然后送出可缩放的向量的图形 我们让Google Chrome先执行测试的结果 这个Chrome的6.0版 由于它没有使用到一体加速的能力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画面开始逐步的出现 这个出现 好我们让路差不多了 现在换到IE我们来按一下 所以在刚刚的测试中 每分钟在这个解析度下 IE9可以送出了这个18044的Frame 而我们看到的这个在没有一体加速的状况下 这个会造成这么大的差距 那在传统的网页上这样子的问题不大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HTML5的趋势出现 那浏览器的一体加速功能就越显得重要 那同样的我们也知道 那我们不太那么容易 那我们就看到它